巨石镇Stanhenge世界著名的史前遗迹之一 位于英国南部的威尔特区 比尔柴萨里和平原Salesbury Parking上 它由大量的石头构成 其中最大的石头有25吨重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巨石镇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壮举之一 但是它到底是为什么而建造的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一、巨石镇的历史和构造 巨石镇的年代 巨石镇建造的具体年代仍然存在争议 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 巨石镇建造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之间 它的建造历史数百年之久 经过多次改建和扩建 巨石镇的结构和构造 巨石镇的核心结构是由直径约30米的青石园 和直径约100米的木质园构成的 整个结构由巨大的石头和小石块组成 总共有83根粒 其中最大的石头有25吨重 高达9米 这些石头的来源地都是远在20英里 约32公里之外的地方 它们是如何被运送到巨石镇的位置上的 至今仍然是个谜 二、巨石镇的用途和意义 天文观测 巨石镇的建造可能与天文观测有关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 巨石镇的某些部分可以用来预测下制 冬至和春分 秋分等天文现象 此外 巨石镇的结构也与月亮 日出和日落等天文现象有关 社会仪式 巨石镇的另一个可能用图示进行社会仪式 这个理论得到了一些考古学证据的知识 例如在巨石镇附近的发掘中 发现了一些石器 器皿和人类骨骼 此外 有人认为 巨石镇可能还被用来进行祭祀或医疗仪式 文化遗产 无论巨石镇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它都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最为著名的之一 许多人认为 巨石镇代表了人类社会在宗教 文化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巨石镇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并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三 巨石镇的未解之谜 石头来源 巨石镇中的石头来自哪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根据最新的研究 石头的来源地 可能是距离巨石镇最近的马尔伯勒马尔伯地区 但仍有一些石头的来源地没有被确认 这些石头是如何被运送到巨石镇的位置上 也是一个谜 建造方法 巨石镇的建造方法也一直是个谜 石头重达数墩 这些巨石是如何被运输到巨石镇的位置上的 还是个未解之谜 此外 巨石镇的建造过程中 人们是如何将这些石头精确地排列在一起的 也是个谜 用途和意义 巨石镇的具体用途和意义也是个谜 虽然有一些假设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假设的正确性 例如 巨石镇是用来进行天文观测 还是进行社会仪式 这都是无法确定的 4.巨石镇的保护和研究 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巨石镇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英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例如 对巨石镇周围的区域进行了限制性开发 并在巨石镇周围建立了围栏 防止人们触碰或损坏巨石镇 此外 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巨石镇管理局 负责管理和保护巨石镇 研究和探索 为了了解巨石镇的历史和构造 研究人员采取了多种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 例如 使用先进的地球物理学技术进行探测 使用高科技扫描技术对巨石镇进行三维建模 此外 还进行了多项考古发掘 以期发现更多的证据和线索 我们将深入探讨英国伦敦巨石镇的谜团 包括它的历史 建造和用途等方面 一 巨石镇的历史 英国伦敦巨石镇是一个神秘而引人入胜的史前遗迹 它位于英国威尔特郡萨利平原的 索尔兹玻利山丘上 巨石镇包括了一系列大型巨石圈和单历史 它们被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建造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 巨石镇的建造历程充满了谜团 目前 学者们普遍认为 巨石镇是由不同的社区在几个世纪内共同建造的 而且不同的部分也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建造的 最初的巨石圈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 包括了56个大型巨石 后来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 人们又在巨石圈外侧建造了一个更大的巨石圈 这个巨石圈由30个更大的巨石组成 这些巨石的平均重量约为25吨 最大的巨石重达50吨 学者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这些重达数十吨的石头是如何被运输到这里的 这也是巨石镇的一个谜团 二 巨石镇的建造和用途 巨石镇的建造和用途也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 许多学者认为 巨石镇是为了宗教或精神仪式而建造的 例如 一些人认为巨石镇是用来观测天文现象的 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是用来进行仪式祭祀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 巨石镇是用来进行医疗治疗的 因为据说巨石镇所在的地区 存在着一些神秘的疗愈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许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试图揭示巨石镇的用途 例如 他们通过测量巨石的位置和方向 来确定巨石镇是否与天文现象有关 他们还使用了放射性探测年技术 和石头上的刻痕等方法来确定巨石镇的年龄和用途 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巨石镇的建造和用途仍然没有得到确切的解释 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各有先究 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得到普遍认读 下面是一些学者们提出的主要理论 天文观测理论 有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是为了观测天文现象而建造的 他们指出 巨石镇的一些构造元素 例如 特定的石头排列与天体位置和运动有关 他们认为 这些构造元素的目的是为了标记 夏至和冬至等重要的天文世界 然而 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因为人们认为巨石镇的构造元素 与天文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清晰 此外 巨石镇的结构也非常复杂 包括多个环和境界 而且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建造的 这增加了破解其天文观测功能的难度 社会仪式和祭祀理论 一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是用于进行社会仪式和祭祀的 他们认为 巨石镇的位置和布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和精神观念 例如 一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可能是用来进行死者的纪念仪式的 这种理论的支持者指出 一些巨石镇中心的石头有可能代表已孤的人 此外 巨石镇中也发现了一些人类古葛 这也增加了这种理论的可信度 然而 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巨石镇并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祭祀遗物或公平 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它是用于某种特定的神秘仪式 医疗治疗理论 一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是用来进行医疗治疗的 他们认为 巨石镇所在的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些神秘的疗愈力量 而巨石镇则是用来放大这些力量的细菌 这种理论的支持者指出 巨石镇的位置是在一个地理上特殊的地点 其地下水脉和地磁场可能对人体有某种疗愈效果 他们认为 人们可能会在巨石镇中进行各种形式的冥想和治疗 从而得到一些疗愈的效果 然而 这一理论也面临着挑战 首先 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巨石镇的地下水脉和地磁场对人体有某种特殊的疗愈效果 其次 巨石镇本身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医疗治疗有关的器具或以物 建筑技术和工程实践理论 另一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是建筑技术和工程实践的节奏 他们认为建造巨石镇需要大量的技术和劳动力 因此它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工程水平和技术能力 例如 一些学者指出 巨石镇中使用了大量的石头 并且这些石头不仅要切割成特定的形状 还要将它们运输到巨石镇的位置 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理 并且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工具和技术 然而 这一理论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首先 巨石镇的构造非常复杂 其建造需要大量的计划和协调 其次 巨石镇的建造时间非常漫长 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使得一些学者认为 巨石镇的建造不仅设计技术和工程实践 还涉及社会 政治和经济因素 总的来说 巨石镇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虽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来解释巨石镇的用途和建造 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 因此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发现 来解开这个谜题